你好,突發揭露 喂,大家好 這部影片播出是4月24日 喂,大家好,星期日 今天香港比較少事情發生 看到李家超下區 但也有一些舊的香港新聞 我其實要追回,譬如說 記協的特別會員大會 究竟記協什麼時候結束呢? 記者協會,我覺得很荒謬 待會再說記協 另外,其實有一宗法庭的案子 我想是大約早兩天的 但我剛剛說漏了 OK,除了香港這些 或者罵下凡凡凡毅 說的和許視窗一樣 另外,國際方面有很多事情發生 就是說,以色列的央行 是將歐元的分量減輕了很多 由30%減到20% 然後呢,美元的 的percentage 由65變成61 就降低了一點點 但是開始呢 是納入人民幣做外匯儲備 2、3%左右 但是什麼都好了 就是以色列的行為呢 其實都是代表著很多事情 其實呢,關於未來世界 究竟美國 加不加色呢 加多少色呢 其實呢,我今天也有些迷思 待會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我們先進正題以先 請大家訂閱 何志光有壽必記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 以及按鈴鐺 請你們每一天的12點鐘 的時候 或者晚上的時候 看看有什麼影片出 好,那我們就進正題了 首先呢,今天呢 李家超呢 他走了到區了 那我見到他去探訪訪戶 那其實現在呢 是一個很沉悶的狀態 今天是4月24 那還有呢 六天左右 就是這個月圓 那去到呢 特首選舉呢 就去到好像8號 那中間呢 還有兩個星期 特首選舉 但是因為 參加有效的參選人 都一個 是吧 那所以呢 其實呢 李家超一定是 篤定成為特首的了 不過在這個階段的裏面 你這兩個星期呢 就是說 在等 在等時間 是吧 那這個過程的裏面呢 沒有什麼特別的 李家超就 開始疫情沒那麼厲害 就周圍去訪問 不下區啦 訪問劏房戶啦 那麼訪問的過程裡面呢 李家超說了這句話的 他說呢 房屋 是解決香港當項問題的鎖匙 若當事院呢 將智力做好 那其實呢 我也很相信呢 隨著董建華的身體 真的 差差地的時候呢 梁振英 在香港的影響力是會有所上升的 他也都會將會成為呢 選委會的總召集人啦 梁振英的取向 就當然就是說 香港建屋呢 可以特事特辦 在一些郊野公園的邊垂的用地 不收地價 就會起呢 可能是 以建築的價錢呢 五千元至六千元左右 一呎 他可以建屋啦 其實我就看 李家超的房屋政策裡面呢 其實我就不是太單憂的 我相信中央政府呢 都會呢 找人去指導 李家超 教他怎樣 去將政府的架構 可以精簡一點 譬如說那個程序 清窄一點 因為現在呢 建一間屋啊 找地這些東西呢 其實香港政府是充滿了 很多官僚啊 很多 很多不透明啊 神秘的東西 在裡面 使得呢 其實香港的發展局 是一個貪污的窩點啦 如果不是 香港為什麼會這麼多年 建不了樓呢 是不是啊 在林鄭治下 建樓是極少的 黃偉倫就睡覺啦 是不是啊 他假裝很勤力 事實上是睡覺 他不做事 是有錢收的嘛 OK 大家明白為什麼啦 我認為他收黑錢 我懷疑你 黃偉倫退休 又有一份不知什麼的顧問合約 你會到手 所以現在你 滯後了的貪污啦 各樣東西 但是什麼都好 房屋問題呢 我就不是那麼擔憂 因為我會認為李家超呢 基本上呢 我相信會是一個比較聽話的特首 反過來呢 林鄭呢 是極之不聽話的 老實說一句吧 譬如說孔凡毅呢 她是大言不慘 她說呢 現在呢 說Omicron呢 的變種快 做完全民檢測呢 就得不常失 是沒有成本效益 我想問 你孔凡毅說 做全民檢測 沒有什麼不符合成本效益 你是不是在說 大陸現在的防疫方法 不符合成本效益呢 那就是說你孔凡毅 就針對中央了 你敵對中央了 是不是 中央在香港 建了這麼多方艙醫院 是預理香港 可能會做全民檢測的時候 找到好多的患者 其實香港 中央好像在香港呢 建了好多個方艙醫院 蒙建 好多謝中央 但是現在特區政府呢 基本上呢 將這些設施呢 就是空置了去的 這個呢 很煩的 現在說 喂 因為好像許樹昌的說法 有四百幾萬人中了招 所以呢 就是 現在是不 現在呢 可能已經建立了一個群體免疫了 為什麼 復活節 不反彈 你很煩的 和許樹昌 一個中大 一個港大 是聯手說一些 沒有根據的事情 喂 你先做了研究吧 你不可以說你去猜的 你說有四百萬人中過招 那你就做抗體測試咯 測一下有沒有四百萬人中了招咯 是不是 就是你去說一個這樣的數字 就是 你是 完全是 沒有任何基礎可言 總之就是 啊你現在 你認為 因為有四百幾萬人中了招 現在已經建立了一個群體免疫的基礎 所以一未來一年的 翻法的機會 不大 你怎麼知道這一年內 不會出現 新一代的 變種呢 是不是 去年出現了Delta 在印度出現之後 上半年是Delta 下半年是Omicron 那你怎麼知道 今年上半年會不會有變種出來呢 如果有新的變種出來 那你怎麼會 未來一年再爆發的機會是少呢 就是說 你說的那些東西是 沒有根據的 真的 就是 你林鄭用一些這樣的人渣專家 去全無根據的 我記得那時候呢 他負責呢 這個疫苗專家那些嘛 特意選擇7點鐘 孔凡毅就主持了會議 說科興呢 打了科興死亡的個案的時候呢 他就用一些很沉悶的說法 又擺在一些時間很詭異 就7點多 跟著呢 就讀十幾分鐘呢 跟著就完全就是 因為那些記者不知道你 你這個孫國嘛 如果你肯六點鐘做那個記者會 其實六點半也好 七點半也好 怎麼都可以 有個 簡略版的 但你不是 你刻意呢 就讀到很湧場 跟著呢 最後如果你說很認真去聽呢 你聽到就是 我打了科興那些人呢 一年前呢 很多都是 不打科興自己年紀都很大 會去世 那你想這樣嘛 但是你呢 就刻意呢 就對科興那些的結果呢 就用一些很奇怪的時間做記者會 很奇怪的說話方法 跟著呢 令到那些人呢 沒有辦法知道 原來科興呢 基本上被人陷害 恐繁毅的根本的行為 就是有問題的啦 這個說回我的觀感而已 我不說那麼多了 但是林鄭用一些這樣的人 許樹昌 恐繁毅 她基本上就是 中央想你用健康碼 中央想你全民檢測 她一律不做 恐繁毅就大大聲聲說 我支持你林鄭不要搞 這個就是這樣啦 李家超上台 我相信很快會走健康碼 很快會搞定通關 我自己相信是這樣啦 但是 抗疫的事情呢 我覺得真的要解散這班專家了 我不浪費那麼多時間說他們了 另外 其實應該有些事情都要罵一下的 譬如說 這個 有一宗這樣的事情 有一個呢 叫做茶餐廳的董事 他就是 在2019年的11月10日 在又一城搶犯 接著呢 打了四名的警員 這位呢 叫做許紹強的 區域法會的站位 法官你站位而已 他說 不認為數位警員 能在一個半月後 認出只在混亂期間 只見到數秒的陌生人 所以呢 這個裁判官呢 就不接受呢 警員的證供 我記得那時候的水佳麗 就是何俊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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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何俊堯 都是類似這樣 是多次警方的證供呢 你是一個沒有合理辯解之下 你是一個沒有合理辯解之下 是一個呢 法官是不去接受這些警員的證供 警員有什麼動機要砌這個 這條叫做韋永恒山豬肉呢 如果一個警員認到 跟著那些閉路電視又大約看到他的體型 各樣東西 有很多證供證明了 為什麼就是你有一些蒙糊的時候 你就說警員的認人你就不接納 而為了道至於一個暴徒 當政襲警在有一室的人 你可以逃之邀邀 其實現在在香港司法界 其實就是太多這些人渣的 這些法官呢 即是我覺得是有問題的 是你算了 是香港這些法官真是不好的 周家明,很出名的,何俊堯,水佳麗,原來還有許紹強 讓我先記住你這個混蛋的名字 我不說那麼多了,但是我真的想提醒 另外,記協基本上是說倒閉的,想倒閉 其實我看其他報道去開個特別會員大會去談 其實記協基本上那些會員明察是不清不楚的 究竟什麼叫記者呢? 如果現在香港對記者是沒有網管的 有些罪犯,可能是走完毒品,殺完人,或者是打人 接著在犯完暴動罪之後,可能他出來 接著就加入記者這個行列 接著就專門在網絡上做所謂的網媒 接著就發放一些消息,攻擊警察 記協一直都是包庇一些不三不四的人 成為記協的會員 接著在香港這些不三不四的人 他有個犯罪紀錄,甚至有性犯罪紀錄 即是有記者強姦印容,有記者 即是這個呢,瘋狗日報,黃毓民那份報紙 下面的記者是強姦印尼履容的 但是這些人可以做記者 所謂的軍火佬 記協一直都是包庇香港的很多的黑記者 即是黑記之母就是記協了 那些黑記者全部都在記協的任備之下 都是說有個會員的身份 什麼什麼什麼 現在的會員名冊又收起來了 沒有人知道的 即是我認為 香港應該要重新定義工會 要針對記協度新定造 要修改法例 務求在李家超上台之後 記協必須要倒閉 甚至說去危害國家安全 取締它 即是我自己這樣認為 立立立說了很多這些事情 另外我想說其實就是以色列 講一下國際 其實以色列裡面 是一個是猶太人主導的國家 猶太人的人口是七至八成左右 剩下一兩成就是巴勒斯坦人的 即是巴勒斯坦人 不是每個人躲了去 住在加沙地帶 住在西岸的 他們有很多人都頂不住 後來就成為以色列裡面的非猶太人的 一些居民 即是現在呢 這些巴勒斯坦人 甚至在以色列裡面有部分的投票權 什麼都好 但是你可以說 以色列裡面呢 以猶太人為主導 就是人口佔七至八成左右 那這些猶太人 基本上跟美國境內的猶太人 基本上的關係密不可分 有些人就說以色列呢 是美國的兒子 即是 以色列呢 就是美國呢 看到實的一個國家 但是有些人的說法就反過來 其實呢 以色列是美國的老爸 因為其實美國 各方各面都已經被猶太人控制了 無論是石油 無論是華爾街 無論是其他各方各面各行各業 所有的主要財團的有錢人 都是跟那些猶太人 都有因親關係的啦 是吧 搞了幾代之後 勉勉強強人人都叫做猶太人的 是吧 那OK 那麼 以色列為什麼不看好美金呢 為什麼以色列不看好歐元呢 歐元不看好是對的 因為呢 今天呢 就會有個選舉啦 法國那邊 究竟會選出誰呢 暫時不知道 那就沒得便宜 那但是如果 馬克龍連任 當然啦 法國就是會繼續 是做美國走狗 美國做什麼呢 那個指揮官怎麼擺動呢 馬克龍就跟著去 這樣 法國就沒有了自主權 跟著呢 法國只會跟著美國呢 制裁俄羅斯 但是自己又沒有石油啊 沒有能源啊 搞到生活很困苦啊 裡面啊 所以呢 見到現在歐洲裡面的機制呢 很混亂的 基本上呢 沒有一個獨立自主 做些事情呢 不是為了歐洲人自己本土利益的 是服務美國的 美國希望你 俄烏戰爭的時候 歐洲加入 跟著去制裁俄羅斯 那你歐洲的人吃什麼 又沒有糧食又沒有能源 那 為了 為了要針對 邪惡的俄羅斯 那歐洲人連 肚子扁扁都要打俄羅斯 那樣 原句就是肚子扁扁都要撒扁 那其實現在 以色列不看好歐元是正常的 因為歐元看來 有機會都是 哎真的沒有什麼前途的啦 你去跟俄羅斯鬥 那所以呢 由30%的 儲備率降到20% 是合理的 但是 以色列告訴你 他不看好美金 你覺不覺得好鬼異啊 大哥 跟著呢 買了一點點 兩支 他的 他的外匯儲備裡面 兩支三個%呢 就買了人民幣 立入了 雖然那個份量很少 但是叫做 開始買入人民幣 哦 即是有一點點看好人民幣了 咯 然後說回事實 是不是 其實現在呢 你美國呢 你知不知他會一年呢 他收到的收入大約是3萬億美金左右 美國政府 但是會一年支出的錢呢 是超過五萬億的 四萬多至五萬億 就是赤字之間 一萬億至兩萬億之間 美國政府長年入不富之 他怎樣去美國政府捱過下關呢 就是印銀子了 聯儲局買債 那美國政府發債的時候 就有聯儲局買 聯儲局怎樣買呢 那些銀子變出來 印出來 那這個就是 現在的世界的情況 那但是問題是 美國究竟加不加息呢 如果美國加息 那現在美國怎樣運作呢 政府 那些舊的債務呢 不斷到期 那美國要還債 怎麼還呢 就是發行新的債 還舊的債 是吧 一個龐氏表現局這樣運作 那但是問題是 如果 美國真的去加息 加到現在是 零點幾厘 加到去 4至5厘 7厘 去壓通脹 那 美國要不斷發生債 還舊債 的嘛 如果是這樣的話 美國怎樣去承擔 那些利息 大幅去飆升呢 3月加了4分1 但是接下來 是不是繼續加呢 現在聽到風聲 就說會繼續加 所以呢 星期五倒資 跌了900多點 但是問題是 美國根本成不承擔到加息 帶來對政府開支的增加 現在的問題是 現在這個世界 好像很多人呢 都不信美金 那樣 所以美債呢 債息呢 升得很高 十年期的美債 差不多升到3厘了 現在2.9幾 就是說這個世界 有很多人對美金 都有很多猶疑 接著現在世界開始變 印度手上不夠糧食 不夠能源 他可以用奴比 向俄羅斯買 這個能源和糧食 接著奴比呢 變成了值錢 因為俄羅斯坦跟你做交易 接著變了變了 現在呢 不用美金呢 都可以買到能源 買到糧食 因為這個世界上 有些國家呢 願意收人民幣的了 因為收了人民幣呢 又可以拿回人民幣 從大陸買很多商品 所以呢 收人民幣沒有所謂 那就是說 這個世界越來越 覺得美金不是 捨我其誰的了 可以 如果你不斷加息 在抽一些銀金 然後搞到這個世界上 很多國家都沒有美元 這樣 你知道加息是有這樣的結果 但是問題是你加完 你這樣加 會不會迫到別人放棄用美金呢 俄羅斯動了之旗嘛 你要買能源 你要用奴報嘛 不需要用美金 不需要用歐羅嘛 我好像說複雜了 但是我實在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我和江志余談的時候 究竟加不加呢 現在你加四分一來 那就太少了 加半來大家都知道 如果大家都知道你加半來 那就沒什麼特別結果了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加四分三來 就雲批發散 市場混亂 但是最後結果你加得多呢 美國政府承不承擔到呢 這個呢 很多複雜的思緒 現在這個世界上 越來越多人 開始不肯買美債 所以美債的債息不斷升 你除非美國人可以打贏俄羅斯 你把俄軍逐出烏克蘭 令到普京手上一無所得 那你叫做打贏 如果你美國人可以阻止未來 大陸武統台灣 是發動了戰爭之後呢 是一無所得 台灣成功獨立的話 那麼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人會買美債 我告訴你 但是如果你美國做不到 我剛才所說的那些事情 那為什麼還要賣你美金呢 為什麼你還可以想加息呢 這麼奇怪的呢 這個呢 我拋出來大家思考一下 說成這樣 可以嗎 誒